这是一例肛癌 女49岁 肛癌已经做过手术了 做过手术之后是 这个是 2013年1月5号 他已经说了2013年1月5号 手术之后2013年1月5号 除外筋肝顶部 新发病造可能 已经 已经又出来了 筋肝顶部 并造边缘线模糊 增强后 早期事件强化 这是1月5号的 这是5月7号的 新建甘位间隙 左上腹墙 胆囊前方 肿快瘀 明显强化 左上腹部 屋增后 腹膜 后小淋巴结 双下肺 多发结结 这个 上腹墙 比较广泛的转移 同时呢 相对比较明确的是 双肺的转移 在这种情况下 这是 2013年5月7号 对 这个季节 我记得清楚了 这个是 有点冷 有点暖 这样的季节 我到他家里去 家属 要求我到这家里去 那么 病人是等着的 首先 这样的病人 就是 这个是5月份做的 这个上腹墙 广发的转移 加双肺的转移 这样的病人 在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和正常的是 没什么两样的 胖瘦 活动 脸色 神情 反应 眼神 动作的敏捷性 什么 都 和正常的 没什么两样 就是脸色 稍微差一点 就是那种 比较疲劳 就是看起来 好像是几天 睡眠不好 大概是 这个稍微差一点 其他没什么 吃饭了 什么 后来到医院里面去 我陪他们去 后来他们 我们一起 中午在饭店里 吃饭 胃口了 什么都正常 好吧 就这样的病人 所以呢 家属叫我去 就是说是 现在是这样情况了 下面应该怎么办 因为医生已经提出来了 这个 医生说是 因为已经复放了 就是可考虑放疗 以及靶相药物质疗 这个靶相药物又是费老钱 对吧 是不是值得 对吧 首先 这样的情况 这个 5月也是5月份 甲胎蛋白 甲胎蛋白1039 刚过呢是正常的 他目前正在服用这个 第九二胶囊 然后这是手写的 这是患者手写的 患者手写的 1月22号 15458 甲胎蛋白 5月6号 甲胎蛋白 这5估计是去年 你看1月份到11月份 12月份又转过来 5月份 说明1月22号 这个是15458 估计就是 下面就是 在1月22号到2月14号左右 是手术 肝癌的手术 对吧 现在一年之后 又变成这样 那么患者跟我讲呢 就是说 目前肝功能是正常 同时 有一个药 我的名字 我这个字 由于现在年纪大了 永远是记不清的 叫拉米夫丁 拉夫米丁 拉米夫丁 拉米夫丁 对 拉米夫丁 他同时在复制的药 拉米夫丁 说明 肝功能正常 说明 他这个 这个时候服药 已经是 病毒已经压下去了 肝功能就正常 或者还有一种解释 就是 肝硬化后期 他这个样子的 还不像肝硬化后期 应该是讲 应该是这个 把病毒压下去了 导致肝功能正常 那么 他说这个话是有意思的 对我讲是这个有意思的 就是说 他目前 他也知道这个癌症是非常严重的 已经做过手术了 复发了 这个他都知道 复发意味着什么 他不知道 就是复发 他是知道 那么他目前就是说 对他的信心支撑啊 就是这个肝功能是正常 他认为 这个 这个就是 存在着希望的根据 对吧 那么事后我了解 从 从他的家属里的了解 就是 他长期是有一肝食的 长期一肝食 不是几年 肯定是比几年的概念还要长 那么在这样的期间呢 实际上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治疗的 然后导致肝癌 然后去看病 然后医生建议他 抗病毒治疗 就服用拉米腐帝 然后肝功能正常 所以如果他这个拉米腐帝 或者是 抗病毒治疗 乙肝的治疗 如果在十几年之前进行 那么就没这个事 反过来现在肝功能正常 现在抗病毒 把病毒压下去 肝功能表现为肝功能正常 实际上是没什么意义的 从肝癌是没什么意义的 已经肝癌已经目以沉皱了 对吧 你现在在治疗肝癌的土壤 肝癌已经存在了 肝癌已经 已经发生肝癌了 你再来治疗肝癌的土壤 没什么意思 对吧 但是这个病人 是不理解这些东西 他就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兆头 好的依据 信心的来源 对吧 就是说现在 就是医生已经说了 要做放疗 以及做 把症药物治疗 对吧 医生已经写了 是不是要借这个茶 是不是要朝这个方向进行下去 那我当了患者的面 我是不能说的了 对吧 现在 上副部这个管发的转移 不仅是肝癌 已经肝癌了 然后肺癌转移 这个 我认为 我认为就是建议 三七到四七之间 就是四四四点一七 我认为应该是 你不能说四点五七 四点一七 就要么是四点零七 就这样 就是死亡是不可避免的 就是无法解决死亡的问题 你要搞是可以的 你再放了 就是他说 就是那种海浮刀 海浮刀有什么用吗 你这个附魔强那么多 你海浮刀怎么伏法 对不对 实际上还有就是靶香药物 靶香药物就是要搞明堂 对吧 一个疗成几十万的 对吧 2014年的时间 对吧 2013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是最贵的时候 对吧 靶香药物 所以这个 这个可想而知 后面的动机是什么 对吧 所以 你我了解了情况之后 就家属出来 送我的病人在家里 我不能当着病人的面 我说你要搞明堂是可以的 但是不解决死亡问题 因为当时才这个病人呢 只有五十岁 四十九岁 五十岁 生命力也是旺盛的 所以我估计你 这个钱用下去 靶香药物 用下去 我估计可以两年 两年到两年半这样 再可以 可以的 捷径 捷径全力的话 再长不会 不会长 因为这个靶香药物 动不动 还是要耐药的 对吧 最多了 就这样 应该说是两年很困难 应该说是一年半 相对如果靶香药物 什么 应该是比较 把握是比较大的 就最多了 然后你什么都不搞 顺其自然嘛 我估计也就 大半年到一年左右 因为他考虑年纪轻 如果他年纪大 七十岁以上 我认为就 就是半年 半年左右 这样的情况 好 加手说我知道了 然后十二个月之后 就是一整年 就是2014年的五月份 加手 微信上给我发一消息 说他这个病人 已经死亡了 死亡了 就给我发一个信息 我也没有问他 最后是不是 采纳了我的建议 我的建议就是顺其自然 就是不要再搞了 还是没有采纳我的建议 没有采纳我的建议 要么就是搞靶香药物 还搞些其他东西 不知道 我也不问这个事情 所以呢 我最后总结一下 就是 这个癌症的欺骗性 就是如此 如此严重的病人 死亡已经注定的病人 他会在表现 基本上没什么 看上去很正常 随便 这个病人 以及他的家人 是无法把 目前这个状态 从死亡联系起来 很好 蹦蹦跳跳 这个样子 就是脸色有点憔悴 就像 可能是有好几天 睡眠不足 这个样子 仅此而已 胖瘦 反应性 灵活性 神情 眼神 举止 都跟正常 是一模一样 所以癌症 这个 摧毁一个家庭 不仅在于 它的凶险性 就是导致人死亡 还在于它的欺骗性 就是让你大把大把的花钱 实际上已经是命中注定了 你不知道命中注定 还在大笔的花钱 好吧 好 好